下面咱们就先来看一下 一会咱们要使用的这个泰坦尼克号的数据 它是长什么样子的 我们看到就是说咱们的数据 第一列它是一个passenger ID 也就是说咱们的数据都是有一个标号的 这个标号就是说每一个乘客都有这么一个唯一的标识符 然后咱们的数据我们看最后一个标识符是891 代表着咱们一共有800多个样本 是吧 一会咱们就要对这800多个样本做一个二分类 分成哪两个类呢 我们看这个第二列是一个survive的 这个survive的意思就是说 最终咱们的label值是什么 咱们可以把这一列想成咱们的一个label 咱们的label就是说这个乘客最后到底被没被获救 我们一看就是说它有两个值 一个是0一个是1是吧 0代表咱们这个乘客很遗憾没有被获救 1代表咱们这个乘客太幸运了 他被获救了 就是说这个第二列代表着是咱们的一个label值 然后呢这个第三列啊 第三列这个p class 这个p class的意思啊 我们看啊 它的数值啊 有1有3还有2是吧 也就是说呢 这个p class啊 代表着这个船员的一个舱位的等级是吧 咱们咱们可咱们做船 这同学啊可能都知道 这个船呢 也是分这个一等舱啊 二等舱啊 三等舱是吧 不同一舱呢 价格不同 那么也就是说啊 这个泰坦的一个号啊 哎这个船员到底或没或就呢 可能跟他船舱的等级有关是吧 假设说这哥们他是一个贵族 那他可能就是做个一等舱是吧 哎呀 做一等舱 这个到时候船员啊 这个船上有这么多水手 能不能先救这些贵族呢 有这个可能是吧 一会儿呢 咱们就要来看一下 哎 这个p class啊 对最终结果到底有多大呢 咱们先留下这么一个啊 悬念 然后啊 后面就是一个名字 是吧 这个名字这个项啊 其实啊 就是说啊 每一个乘客都要登记一个名字 是吧 但是呢 你这个或没或就啊 跟你这个名字有多大关系 这个事啊 说不清是吧 要说这个东西啊 咱们就往悬悬上扯了啊 一会儿咱们也可以去看一下 跟名字到底有没有关系 后面这个项 后面这个项可能影响很大 是吧 是一个性别 性别啊 就是说 目测来看啊 就是分两种 一个是male 一个是female 就是说 一个是男的 一个是女的是吧 哎 咱们来想一想 就是说 在咱们这个太太尼克号上啊 是男的容易被获救呢 还是女的容易被获救呢 咱们很多同学可能说 哎 男的被获救极度高 是吧 男的身强体壮 能抢出去 抢到那么一个救生舱 但是啊 大家不知道大家 看没看过那个电影 那个电影啊 是怎么演的 最后啊 是不是说了这么一句话呀 让妇女和儿童先走 是吧 哎 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 那个3D版的 后来这个太太尼克号 不是翻拍了吗 翻拍了一个3D版的 然后啊 在这个3D版的时候 我当时也去电影院看了 去电影院看的时候很逗啊 看到最后 不是散场了吗 散场啊 我们一起列 然后后面有几个哥们 就喊了这么一句话 让妇女和儿童先走 当时啊 给我们笑尿了 也就是说啊 咱们现在还有这么一个像 就是性别这么像 然后呢 咱们后一列什么 后一列是一个年龄 是吧 年龄啊 就是从老到幼 从你个零点几岁啊 也就是刚出生小孩 到八十来岁都有 是吧 一会咱们也看 到底是身强体壮的能出去 还是老弱病残的 容易出去呢 后面啊 后面这个 后面这两列啊 其实不是太重要 咱们简单说一下吧 这一列啊 就是110这一列 这一列啊 代表就是说 你兄弟姐妹有多少个 是吧 比如说大家一般坐船 都是一家的一家的出去玩 是吧 可能呢 这个船上啊 有你的兄弟 有你的姐妹 是吧 这个这个列啊 就是代表着 哎 你的兄弟姐妹 有几个 是吧 有一呢 就是说 你兄弟姐妹 可能有一个 然后呢 这个PRCH啊 代表就是parent and child 就是说 跟你一起玩的 你可能带着老人和孩子 是吧 你带老人孩子 加起来有几个 大部分都是零 是吧 有的带了一个孩子 有的可能带了一个孩子 加一个老人 那么可能出现这种现象 就是说 是不是说你带的老人和孩子 越多你的负担和你的压力就越大 是吧 那么这种情况下 是不是你的逃生的几率啊 可能会越低呢 咱们现在不知道 是吧 只能是说先产生这样的一个怀疑 后面这列啊 后面这列是个ticket啊 就是说 咱们的船呢 不是咱们的船 咱们这个船票啊 是不是有个编号啊 哎 它的一个编号 这个编号对咱们这个人 最终或就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好像这个东西跟名字差不多是吧 要扯这个东西 又扯到玄学上了 咱们一会再说 后面这个fire就是说 你不同的船舱啊 是不是说你这个价格也不同啊 以及呢 你这个上船地点啊 和你这个航程不同啊 都会导致你最终这个船票价格不同 是吧 这列啊 就是说 哎 当前的这个哥们 他买这个船票 花了多少钱 是吧 有的我们看 有的花了奇快多 有的花了71 是吧 价格差距很大 那么是不是说 这个买票价格高的 它就有可能被获救呢 咱们现在也不知道 这列啊 我们可以看 这列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首先啊 就是说 它出现了大量的缺失值 是吧 我们可以看 这列没有几个有值的是吧 既然啊 它出现了这么多的缺失值 咱们直接啊 这列咱们就不要了 其实这列 也没什么太大意义啊 咱们这列咱们就先不要了 咱们说后面这列 后面这列 这列 Embark的意思啊 就是说 你这个船呢 就是说 不光是有一站 它经常来回停 是吧 有在这个站上船呢 有在下个站上船呢 是吧 我们看这里有S 有C 还有Q 是吧 也就是说啊 代表了现在几个不同的上船地点 哎 那么就是说啊 这个人 他最后或没或就 跟他这个上船地点啊 到底有没有关系呢 一会儿啊 咱们就用代码来看这个事 那么现在数据也跟大家这么捋了一遍了 咱们是不是现在对 泰坦尼克号上 咱们有哪些数据啊 哎 已经是大概知道了 是吧 有这些数据 咱们一会儿呢 就要用这些特征啊 来做这样一个二分类 看一看 什么样的人最终能被获救 哎 什么样的人啊 很不幸 是吧